各位 刚才说耶稣基督復活了 就是正正可以復活了 祂可以给我们很清楚的希望 希望就是什么呢 死亡永远打不赢生命 是生命战胜了死亡 光明战胜了黑暗 希望转胜了绝望 所以那些幸福是属于哪些人 幸福是属于那些 不会因为失望和痛苦 而放弃好好生活的人 没有放弃到幸福始终会属于他们 幸福是来自耶稣基督的 第一个故事 有一个小女孩 在她生意的日 她爸爸送了一粒很特别的种子给她 一粒种子 她说你记得种它 每天淋水 说泥土干了时要淋了 小女孩就很开心 说是什么植物 是否很高 有什么很漂亮的花 爸爸说你淋水你就知道了 所以她就种了 在花园 她就是天台 有个天台 种了在那里有篱笆 旁边又是另一个邻居 你知邻居要在邻居之间 会有个篱笆 她就种了 那粒种子在一个泥盘里面 每天淋水 那你见到什么呢 生出来的是一支垃藤 那些垃藤慢慢地垃上去 垃圾这样垃上去 开叶的 有很漂亮的叶 但是没有花 那小女孩说 等一下才会不会有花呢 等等等等 等到发了毛都没有 那怎么样 那小女孩就很失望了 东西都没有花的 爸爸骗我 有一天 旁边有个婆婆住在那里 那个婆婆 伸个头过来 小妹妹 她认识了个婆婆 那个婆婆不是阿乌婆 她认识了个婆婆 那她就走过去 婆婆什么事 小妹妹 其实我这段时间病了 其实都挺辛苦的 但幸好我见到你种那些 那个垃藤 在我那里开了很漂亮的花 那我每天见到 那些花呢 我们就开心很多了 那小妹妹真的想着 什么花 我没有花啊 这里 你眼花而已 是不是阿婆婆 那小妹妹 那所以她小妹妹就担 把椅子 爬高 望过旁边那里 我看见到真是开了很多花啊 开了很漂亮的花啊 所以呢 她就说 婆婆 你好啊 我替你开心啊 我都终于看见到那些花了 我都终于看见到那些花了 不过还有 婆婆 你家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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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家里种到羊子经的 羊子经的花 迟早都会开花 你等她吧 你相信她会开花的 这样 这个就是个故事 那个故事 告诉我们什么 就是当我们整天 看着那些不好的东西 令我们失望的东西 我们总是会不开心 是不是 因为我们只是见 那些不开心的东西 只是执着 全部都是不开心的了 但是今次这个故事 告诉我听 原来我们没有见到的东西 可以是很漂亮的 那些花开了在旁边 所以 小妹妹相信了 看到那些花相信了之后 反而劝婆婆 婆婆你不要放弃 你的羊子经 都会开花的 所以我们就说 我们自己 是不是都能够 怀有希望去生活呢 因为只是看到一些不好的东西 就不开心 整天觉得周围都是很差的 没有希望的了 好像这棵藤那样 都不会生花的了 其实我们有时候真的会这样的 对不对 但是为了我们 我们自己是信耶稣基督的 他就是复活了的主 是我们的善目 很好的牧人 所以我们不要只看着耶稣基督 看着他 相信他 他已经战胜了死亡 战胜了黑暗了 他会给我们很好的东西 他已经和我们分享了他的生命了 我们自己也有永生的 永远的生命 因为跟耶稣基督那里 所以我们一定会有希望的 虽然有时候看不到 但我们要相信 希望在其他地方已经出现了 只不过我暂时还没见到 如果我愿意望远一点 望阔一点 长颈鹿 记不记得 长颈鹿 颈长的话 你看的东西就会阔一点 看远一点 当我们看远一点看阔一点的时候 可能我们会看到希望 只要看前面的不好的东西 就是没有希望的 记得这件事了 所以我们就是 我们是有希望的朝圣者 今次的圣诏节就讲出来 我们是明年的圣年 欣年都是这样 我们是有希望的朝圣 朝圣是什么呢 朝圣者不是这样 朝圣者是知道自己的方向 不是到处地扔下去扔下去 是向着天主行的 我们向着光明行的 向着希望行的 向着爱我们的耶稣行的 这个就是朝圣者了 当我们是做到这件事的话 我们才可以带到身边 很没希望的人 陪我们一起去走去 但当我们里面都没有希望的话 往下来又加着头 但是也没有了 日常也不信我们 你也是这样的 你也是很失落的 好像我不知自己走到哪里 对不对 我们是知道的 各位小朋友 记得 你的前途是很光明的 因为有耶稣基督 有天主在 的确在这个世界里面有很多焦虑 这个世界的文化很懂得创造焦虑 令人担心 为什么 你看我这个文化永远是做比较的 你又不够他好 你又不够他很聪明 我们的确父母群组有很多这些东西 父母群组 就变成了我们就招累了 替子女招累了 令到子女都很招累了 这个就是一个这样的文化 一种比较的文化 竞争的文化 你说主教竞争不是差的 对啊 竞争不是差的 除非竞争是与自己竞争 这就是好东西 我对我昨天的自己 上一个月的自己 去年的自己 是不是好了 是不是成熟了 是不是长大了 不是只是尺寸 尺寸不是太难的 真的 我 我的人是想事 是不是想得好一点 更加有爱心 更加有善心 更加成熟一点 去想 不是那么冲动 这些事物都有成长 如果我跟我自己去比较的话 这种竞争是好东西 如果每个人都是和自己竞争的话 反而我可以帮其他人去做得更好 因为他和他自己竞争 我们不是互相竞争 其他人都会帮我能够做得更好 因为我们的竞争对象就是自己 不是对方 但这个世界就是竞争对方 就是对方 所以我们的恶性竞争就要踩着人的背脊 站在那里说我赢了 斗踩 是斗踩 所以现在读书这么辛苦 这么多年青人这么辛苦 因为很多比较 很多恶性竞争在那里 很多学校都不明智 在这方面 家长也都不够明智 对不起我要很老实说一声 因为我现在不说没有机会说的 希望我们在座的家长 你陪伴你这年青人 真的懂得去陪伴他们 因为没有你去保护他们 还有谁去保护他们 没有你的明智去陪同他们 还有谁可以呢 学校尽可能可以 但学校不可以整天代替了家长 所以希望大家记得 你的子女的那份他的明智 他的快乐的成长 健康的成长 是靠你们 将来他日快乐健康成长 将来他的将来 一定是好过 不快乐又焦虑的人去成长 我是做心理学的 我是教育的 我很清楚这件事 看了这么多年 是华人 对不对 所以我想大家 努力 努力这里 第二个故事 第一个故事就是 有一栋楼忽然间有些疫情 是那栋楼而已 这个疫情令到所有人 手都屈不住 是这样的 你的手屈不住 能不能吃到东西 所以那些专家就去看了 看看这栋楼 发生什么事 他去看了几层 又很特别 一层楼 是很多吵吵 很多吵架的 因为个个都想着 拿东西给自己吃 又捆不住 那怎么吃呢 很难吃 但是他又不让别人拿东西吃 不让别人拿自己面前的东西 但是自己又吃不到 所以变成了 那层楼的人很不开心 很不开心 很恶 很多埋怨 很多指责 你坏啊 你坏啊 你这么贪心 你不要拿东西吃 现在真的有很多东西的 但是跟着那些专家 那些专家去第二层楼 又不同啊 很多笑声啊 很开心的 发生什么事啊 那层楼的人呢 文化又不同了 他懂得 他懂得 你爱什么吃啊 我拿给你 我喂你吃 我想吃什么啊 另外对面那个就又拿了手出来 我出来喂我吃 是互相去喂养啊 是互相去喂养啊 去聆听对方 你想我什么 我帮你 去互相去照顾 开心很多 不会有指责 是多谢啊 多谢啊 嗯 好味好味好味 那一块好吃点啊 你可不可以拿给你 我吃 可以可以 拿给你 大家都很开心啊 是吧 所以这个 我想直的手 舀软雪糕都可以的 应该 你想我软雪糕 就这样 对给你吃 是吧 都可以啊 所以大家都 其实很开心 这个故事就告诉我们听 其实我们世界里面 很多东西 焦虑是互相影响 互相制造出来 自己拿不到的东西 又不让人拿到 只是一种怨恨 一种恶性竞争 但是天堂是什么 天堂就是那个地狱 那个地狱 天堂是什么 天堂就是能够互相去照顾 互相去聆听对方的需要 我可以帮到你 我会帮的 还有有一种感恩的心 你要多谢人去帮你 是不是又懂得欣赏 又懂得感恩 怎么会不快乐呢 所以这个就是 我们跟耶稣基督一起 我们的心 跟他心一起 他就是一种爱惜我们的天主 当我们的心 跟他心一起的话 我们都会有爱心 都会开心 我们祈祷的事 只要我们的心 跟他心一起的话 是有一份爱心 有一份善心的话 我们祈祷 他会用最好的方法 去聆听的了 他一定会帮我们 甚至是好过我们 可以想到的方法 这个就是 我们记得这件事 这个世界后 很需要 有我们这些人 就是有善心的人 我希望我们 各个都是这些人 有善心的人 去帮助其余的人 但是其余的人 未必懂得欣赏我们 开始的时候 这帮人这么怪 要不需要那么好人 他们不相信我们 他们觉得我们另有企图 又来传教 又要我们入教 其实不是的 我们做基督徒 天主教 我们不是一定要人入教 才对人好 因为人是天主所爱 所以我们对他好 万物都是的 不只是人 很多小动物 花花草草 我们都不要 特意去毁坏它们 去撕破它 去踩死它 因为它们都是生命 所以我们有一份 尊重心 保护 就是一份爱心 当它是这样的话 虽然那些人不信我们 但是它们都很想 得到我们的爱心 都很想我们 照顾得到它们 人就是这么矛盾的了 所以我们大家 各位小朋友 记得 你有个使命 跟主教一样的 跟你爸爸妈妈一样的使命 就是将我们的心 跟耶稣基督的心 我们的善务心 连在一起 在这个爱心里面 将这份希望 将这份平安 这份共荣合一 互相去喂养 共荣合一 我不管他 你是不是帅子帅女 你仰臭样 我都会帮你的了 总之我们什么都好 共荣合一的话 这个世界就是天堂 天主堡有这么多位